流星锤 流星锤的话是一个硬式的 这个所以在使用上的话呢 请不要做不正常使用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步骑车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144级的节目 抽出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精彩的小比例玩具 又是NA推出的作品 致敬G1造型Megatrol的一款玩具 为了戈壁版权的关系 在封面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是写的一个Leader阿加曼德 这个是打过特洛伊战争的一位希腊统帅的名字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Google一下它的时机 那这个这是华瑟P38 这是它的一个手枪的一个型号 那比较有名的拿华瑟P38的 就是如果你看过这个鲁邦三世的话 鲁邦三世拿了就是这一把小型的手枪 这个玩具的话呢 本身做的非常精彩 所有的配件呢 我已经全部摆在上面了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展示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啊 我们这个里头附带了几个小型的配件 像这个是魔力神球的钥匙 整个前后满满的金色涂装 那握在手上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呢 在这个孔弓上面呢 就做一个握持就行了 本来呢 还担心呢 上面这个金色的漆面呢 会不会去掉啊 事实上呢 并不会 你看 拿到魔力神球之后 这个开心的表情啊 我是比较喜欢的 给这一款阿加曼德呢 换上这个比较开心的表情啊 不要抑郁那么久了 终于让他笑一下吧 那其他这个流星锤 流星锤的话是一个硬式的啊 这个所以在使用上的话呢 请不要做不正常使用啊 另外的这个替换手的话呢 有这个指头 指的 还有这个手脑摊开呢 这个透过几张照片 给各位做展示就知道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张替换的脸 替换脸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 那由下往上抠 就可以把这个头给取下来 那这一期的话呢 我就还是给他用这个 从头笑到尾的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因为这款玩具真的是很精彩 聊起来是非常愉快的 那因为这一次的话呢 是所谓的一个出汇特点 那出汇特点里头有哪些呢 都是一些透明的特效件啊 那具体有哪些特效件呢 这是像这个 都是一个紫色的一个 OK软胶式的 OK的一个透明部件 那这个透明部件的话呢 你如果要的话呢 你要直接扣这里呢 当然是不行 因为它并不是给这个大枪用 而是给这个Megasaur的这个 手炮来做一个使用的 那使用的时候呢 并不能够 并不适合直接的给他 OK给他给他给他放下去啊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连接部件 再给他给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 普通简单的一个安插 但是呢 这个我是建议啊 这一块灰色部件呢 插进去的时候呢 不要插得太深啊 这个因为这个 因为本身这个尺寸 比较让这个洞会满意 所以他舍不得帮你弄出来 那所以就插的时候 就不要插得太深 那另外还有几个发射的 这个炮的这个特效 那我发现他这个三个 造型的还都不一样啊 这个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 什么当成什么什么兵器啊 手一件这样这样丢出去 也是可以啊 反正就是造型都是不同 那组合的方法呢 都是一样都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结合之后 然后再把它给扣上去啊 还是一句话啊 这个灰色部件 千万不要扣得太紧 最后都出来的这个呢 感觉应该是 那个手好像有一把光剑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扣上去之后呢 我这个手臂的这个部分呢 我好像扣不太上去啊 所以这个个人不是很清楚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 最后就是关于这些枪的配件了 这个是在变形成P38的手枪之后组合的一个家常型的一个枪管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这边两侧做一个结合 到时候呢 就会变成是一个枪托了 那最后就是这一把小型的一个 应该是Shockwave变成的一个手枪吧 握在手上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实 完全不会有掉落的一个可能 那本身这个玩具的关节紧实度的话 我觉得是做的算是很好 腰身这里会稍微甩动一下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不可能完全卡紧的啊 那上方这里有一块橘色这个部件 如果你想要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它给往上面给抠出来的 这个呢 部分 我觉得啊 这个应该是致敬当年吧 好像是MP05还是什么玩具 就是Megatrol的一个玩具呢 怕这个被人家误以为是真枪啊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塑胶的部件 让它看起来像个玩具就是了 我总觉得呢 它所附在的这个头雕呢 实在是非常的传神啊 总是可以让我觉得 真的是笑得非常开心的一个 OK阿加曼德吧 那它的话呢 因为NGA本身呢 好像没有推出小比利的OP吧 我拿出一个最近这个魔方推出的一个 死亡或者叫休眠配色的OP啊 这个你们在G1这个大电影里头呢 最后是互相以这个形象告别的观众啊 没想到这个身高呢 非常的接近 而我手边小比例的Megatrol呢 好像也只有铁工厂的这一款啊 以IDW风格作为形象的 那两者的话呢 从外形上当然有着绝大的不同啊 当然在变形的思考设计路线上面呢 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快速的呢 来浏览一下它的一些可动啊 首先的话呢 头部的话呢 这根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基本上呢 左右动稍微的左右晃脑呢 也都是没有问题 眼珠子的话呢 可以看到啊 是金属的红色 非常的漂亮 这个头雕可以说做得非常的成功啊 即使是另外一颗 这个严肃点的头雕 我个人也是觉得做得很棒 以这个面雕来说的话 真的是 没想到说第三方的一个头雕 也能够做到这么样的一个精彩啊 个人是强烈大推啊 而且我比较喜欢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加分的 胸口呢 当然除了没有这个Decepticon的标志之外呢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挑了 那腹部的这一块 像是一个控制面板的这个造型呢 在变形的时候 它是很巧妙的呢 是要往后面退出去啊 这一点的话呢 待会的话呢 是可以跟各位大大的加许一下 然后背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当然是显得非常的凌乱破碎 而且是有点像是 OK几乎可以说是变形成枪的 Megatron这个背后啊 几乎都是被牺牲的一块 那这个小比例的玩具做成这样呢 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 待会整个在变形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感受到它的一个收纳 还有部件转换的一个巧妙 那手臂的话呢 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 平局的话呢 稍微有点可惜 没有办法完全的平局 那这个地方呢 缺了一个过度的造型啊 不过这是很小的比例的玩具 这些东西呢 只是顺便提一下 就提过就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圈动是可以转动啊 因为它是一个替换手 当然是可以换的 手肘最大约90度 腰身的话呢 是可以左右转动 而且还可以前后动一点点 请前后这样动 不要下面这样动啊 那是两个意思 裙甲可以掀开 但是这个脚的话呢 有点小奇葩啊 这个往前踢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变成如此这一般了 那往后踢是没有的啊 基本上到这边就卡住了 非常的奇怪啊 比较可惜到这边就已经卡死 没法再往后踢了 外面内收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它这个地方根部呢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那脚踝的话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接地 在这个地方 这个转轴 这个是可以转的 那这个脚后跟的稍微短了一点点啊 实际上的话呢 这一侧的话呢 后面还多了一个 这个后面一个 一个保险的一个装置 这个地方还稍微延伸一点点 但是另外一侧呢 就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脚后跟稍微短 但是其实它的站立性呢 也还在非常 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范围内吧 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 这个地方 你要稍微往后面推一点点 它就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支撑力度 基本上还是能够稳得住的 那膝盖以下的这个地方 这个金属的一个涂装 个人觉得相当之可以啊 这个黑色 OK 以及这个地方 这种灰色的部分呢 说实在话 跟MP36呢 还是有相当 相当相当大的 神似的一个程度了 整体来说呢 除了背后 稍微空洞之外呢 以这个小比利的一个玩具来说呢 这一款 阿加曼德呢 可以说是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折服的了 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款阿加曼德的一个变形过程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妙 我们的话呢 就微微跟各位道来吧 首先我的习惯呢 会先把腿部呢 给完成一个变形 首先的话呢 腿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一块部件呢 不得应该是说 先从后面这个地方 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往上面直接的旋转上去 旋转上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往下面推下来 然后呢 这里这一块 这块部件 只有这只脚才有 把它往 OK 先往外面这里推出来 然后这一块部件呢 推出来 推到前方来 这个地方呢 先到这个地方 上面做一个停止 这次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 后面先打开 然后呢 直接的给它做一个反转上去 直接从这个地方翻到 整个翻出来 翻上去 然后呢 这个部分往前翻 这块部件 从这里挑出来之后 往前面翻下去 然后呢 两条腿呢 从这个地方呢 直接的 从这个地方 直接的把它往下面扣下来 这里 直接的 把整个脚给往下面 这里整个翻下来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这边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 直接的整个都给翻下来 翻下来之后呢 两腿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我们先把腿呢 给完成啊 这样的话呢 专心 待会专心的做一个上半身的一个变形 好 然后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个凸 要扣进侧边 这里有个洞 这样子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呢 给对进去呢 它的一个腿的一个对应位置呢 就全部到位了啊 从这个地方 调整一下 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 稍微的调整一下 OK 腿的话呢 暂时到这边 两条腿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合并 这里是上下咬合的方式 好了 腿的部分呢 就到这边 搞一个端了啊 美人鱼形态的一个 呵呵 阿加曼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行手部的变形 啊不对 整个上半身的一个变形了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 挑出来之后呢 往上面提上来 这个部件呢 转上来之后呢 到这边盖上去啊 变成一个枪的一个形象 这个没有问题了 再来是把这一块部件给 挑起来 这里挑起来之后 往后面退出去 这里退出去 把它给退出来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 拉出来 到这边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块 小小的一块部件 把它往前面推 好 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手臂呢 往两侧打开 说明书直接就往两侧打开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呢 两侧打开呢 它这个手跟上方 还有一个卡扣 所以你要先把胸脚往上推 往上推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这里是有一个凸 它跟里面的这个上面 这里面是有一个洞卡在一起的 你直接拉出来的话呢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可能会断掉 有断掉的疑虑 所以你看先往上推之后 这个部分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把它给拉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行 它的一个身体这个部分的变形 这个地方 把它给拉开来 再来的话 我们旋转这个角度 头在这里 这里缺口比较大 这个缺口比较大 这里缺口比较小 我们要把这个缺口 小的部分的移到前面来 到这里做一个结合 其实你也可以记这里有两个洞 这里有两个凸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进行 这个手部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个时候呢 先把腰腰腰腰的 180度 好到这边 到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扣上去 也可以 这里 两个凸 然后在这里扣上去 这是它的一个相对应位置 到这边 好 standby了 接下来把手呢 两側的手呢 塞到这个内部去 而两手的变形呢是不一样的 这一边的变形呢比较简单 先把这个地方收起来 你把手呢先整个直接往后面退 往后面退之后呢就是把它呢 怎么样呢这里压短之后呢 把它直接的往这里面塞进去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往上翻之后 这里缺了一块对不对 缺这块在哪里呢在这里 直接把它往前面推就可以了 这一侧就补起来了 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除了这一条胳膊以外 所有的部分呢已经变形完成了 这个手臂的话呢 基本上呢也是以塞到这里面呢做一个诉求 但这一块的变形呢是整个Megatron里头的变形 最复杂的就是这一条手臂哦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给打开 从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边翻开之后 将整个拳头这块部件呢 以这个地方这个转轴 把拳头呢往内翻进去 再把这一块部件呢往外翻出来 从这个地方往外翻出来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 这一块呢会补到这里 但是呢这边有一块缺口一样 跟这里是一样 从这里把它推出来 做一个补完 这个时候呢再利用这个插栓这个地方为支架 把它往内搓进去 那这个地方呢可以先往内搓进去之后 再把它往中间做一个密合 到这边 扣进去 这里一样往内推进去 基本上呢这个 两手的话呢就算是完全缩到枪的内部去了 那这个就是腿 就是我们一开始已经完全变好了 我们已经在这边待命很久了 我们把它往上面折进去推进去 这里有两个图根到这个结核 从两侧把它给扣进去 这边 这边这边两侧 密合的情况下呢把它往前推 OK稍微压压推一推就可以把它给挤进去了 然后呢 有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有时候这两个结核卡扣呢有时候对的不太准了 这一次便还是蛮顺利的居然把它给推到定位了 最后的话就是将它的这一个啊原本这个人形下的一个手炮这个部分 把它给缩短 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就完成了这一把华色P38的一个枪形台的一个展示啊 整个变形当中呢说实在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玩具呢我第一次玩的是我是盲便把它给变出来的 非常非常的好玩 我没有想要说呢它一个玩具它可以 OK变形成枪的密合的其实都不好做啊 但这款的话我居然可以盲便把它给变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我大概说明书也没有看了 我就是直接变过一次我就已经把它的一个流程给记起来 主要就是呢 不要强记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先把腿这个地方变完之后呢 这上面的地方呢就是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想象它的一个枪形态 然后把手给塞进去都是靠这个OK 就把这些部件呢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了 大概这样讲的像是废话一样 反正呢我只能说这个是代表一件事情 就它本身的一个变形设计呢是非常有逻辑 而且是思路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这个阿加曼隆的一个枪形态呢 哎小比例玩具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以整个比例来看的话呢 这个枪的握柄呢无疑是粗了啊 这个是确实是太大了一点 那上面的裂缝处两次的裂缝处呢 因为造型不同 你看这一侧是比较碎的 这次都比较简单 因为这次的手臂你就是把它缩短就塞进去了嘛 这一侧的话呢只是多了很多处的翻折 因此两侧的裂缝不一样 也是很合情合理啊 我个人就觉得很棒的一个枪形啊 这个大小的话就是OK 呃就是当然是比一般的手枪要来的小很多 那它所附带的这个配件啊 这个部分的话我是不会特别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你也没地方放对不对 把它放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两处的一个图干 啊不对 这是放在这个后面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OK 更大的一个手枪的一个感觉啊 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的一个OK 好像装错了吗 还是这一次两次 呃呃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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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一次 应该是这一次啊 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吧 嗯玩玩具还需要人家教你怎么玩吗 对不对 分享就可以了 行吧整体来说呢 这一次的这个NA推出的这个致敬于G1的这个阿加曼农实在是OK 又一次又一次颠覆了我对小比例玩具的这个极限的认知啊 以如此小的一个体积来讲的话 这个零件数啊 人形的一个身形比例 还有这个枪的一个最后的完成度 还有这个流畅的变形过程哦 真的是让我不得不郑重的跟大家推荐了 这个确实如果你对变形应该有兴趣的话呢 这款玩具我真的真的觉得错过位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 大力强力的推荐了 那就跟各位进行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晚安